提起近年来的穷瑶女郎,张嘉妮绝对是不得不说的一位,有着精致的五官,让她有一种江南女郎的清新和妩媚。 五官的精致感更符合穷瑶剧的女主角风格,让她成为穷瑶作品中的一位比较亮眼的女主角。 即便是已经结婚生子,但人气依然不见。 张嘉妮是很多男人心中的女神,她是一个可以依靠颜值吃饭的女人。 虽然至今名气不是特别的大,但是靠着自己多年在娱乐圈的打拼和自己出众的颜值,还是收获了一大部分粉丝关注的。 张嘉妮有过一段独立的成长史,正是这段难忘的经历,培养了她坚强、独立又富有个性的性格。 这也直接影响了她生活的各个方面,也包括她的爱情。 张嘉妮1987年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普通家庭,爸爸是厨师,妈妈从事服装方面的工作, 家庭条件既不富贵,但是也不贫困。 小时候张嘉妮就特别喜欢跳舞,父母看到她有这方面天赋后也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地培养她。 所以从七岁开始,她就学习舞蹈,九岁的时候就一个人去北京接受专业训练。 其实兴趣是最好的老师,再加上父母的支持,所以张嘉妮的舞蹈跳得很出色。 到了北京之后,小小年记得她没有父母的陪伴,这对于一个九岁的小女孩来说是一种考验, 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自己躲在被窝里,偷偷地痛哭。 然而很快,她发现一种怪象,如果自己出色得到老师奖励,就会被周围同学排挤, 比如自己被邀请拍广告,回来后同学都会冷落她,孤立她, 哪怕自己刻意示好,也不被同学理睬,独立的生活环境让她从小明白了一个道理, 不必去讨好不喜欢你的人,此后她就不脸锋芒,面对机会她会主动出击。 14岁的时候,别的小朋友正是玩的时候,而张嘉妮就开始参加中系的考试了, 虽然一窍不通,只准备了一首诗,但是这让她摸清了考试环节和内容。 16岁的时候,成功考上北京电影学院,由于五官精致,长相好, 在20岁的时候,被选中演经典的琼瑶剧《一脸幽梦》, 第二年再次拍摄《又见一脸幽梦》,从此正式进入娱乐圈。 而在之后的几年,由于人气的逐渐上涨,经纪公司也是全力地对她进行塑造, 先后安排她出演《微笑在我心》、《惊中月飞》、《侠客行》等作品。 这些影片的上映让张嘉妮的名气越来越大,但是还没有到火爆的那种程度。 从小生活独立的张嘉妮就明白了一个道理, 往往事情发展得越顺利,后面就会越艰难。 正常来说,自己事业取得了不小的成绩,这本应该高兴。 但她却觉得这样不好,陷入了自责。 原因就是,她认为自己并没有在之前的作品中学到东西。 所以为了追求完美,张嘉妮放弃公司安排的女一号, 选择自己没有接触过的小角色甚至是群演。 但是这违背了公司的初衷,因此双方大吵了一架。 任性的张嘉妮一气之下与公司解了约,解约后的张嘉妮事业上陷入了低谷期。 本就名气不是很大的她,经过几年的折服,让她逐渐淡出了观众的事业。 正在她情绪低落的时候,被闺蜜叫出去散心。 闺蜜叫来两个异性朋友一起玩,张嘉妮以为是闺蜜心仪的男生, 自己还想着帮忙把把关,于是一点都没有拘束。 反而两人聊得很尽兴,从那次之后这个男生再也没从张嘉妮的生活里消失过, 她就是买超。 从此便对她展开猛烈的追求,买超是个圈外人,但是她却是一个富二代。 据说和王思聪王校长还是好朋友,在买超的强势追求下,张嘉妮接受了买超的告白。 2014年买超还在张嘉妮27岁的生日聚会上求婚,这让张嘉妮感动不已,一口就答应下来。 只是这件事情让豪门婆婆知道后,遭到了婆婆的极力反对。 虽然买超对张嘉妮是真爱,但是由于母亲的阻拦一直没能举办婚礼仪式, 因为没有办婚礼,所以张嘉妮一直没有改口。 这么多年来一直叫买超母亲阿姨,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都会转头就走了, 但是从小就生活独立,性格坚强的张嘉妮可不会轻言放弃。 她清楚地知道,自己以后是要跟买超过日子的, 自己改不改口的没关系,但是孩子还是要叫奶奶的, 所以婆婆的态度无所谓,这和她从小形成的做事风格是一样的, 没有必要去讨好不喜欢自己的人。 并且张嘉妮在一次采访中也大方地承认, 买超欠她一个婚礼,也大方地把婆婆不喜欢自己表达出来, 要知道在豪门里是很集会这件事情的。 能直接表达出来的恐怕张嘉妮是第一个, 如今谈起张嘉妮依旧是褒奖与争议并存的, 她的脸蛋在生完两个儿子之后依旧没什么变化, 与其他女明星同场依然可以咽牙群芳, 网友对美女总是宽容地看到她的脸, 就会把她低情商的发言抛至脑后, 但是她的待人处事之道, 却适合圆华的成年人社交背道而驰,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性格, 让她敢和豪门婆婆叫板, 敢得罪前辈,没有必要笑脸相迎, 卸下伪装反倒是让自己活得轻松自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